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叫做聲音現象 但是課本在講聲音之前先講的東西叫做海流 先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有一艘船在日本的外海翻覆 結果後來在西雅圖撿到那一名的鞋子 上次的新聞是有一個照相機在夏威夷不見了 然後在台東的海邊找到了 好問你為什麼日本的外海的球鞋會跑到西雅圖去 為什麼夏威夷的相機跑到台東來 為什麼 因為洋流 很好 因為洋流 海流的關係 因為海流 海水的流動叫做海流或者叫做洋流 我跟妳講過我上課教的海流都是被什麼來的 風吹的 我只教吹送流 就是你們地理教過的行星風系 所吹出來的大規模固定方向的海流 像這樣子 所以刺到有個東風 吹過來 就像海水從東往西走 碰到陸地就向北 然後繞上去再繞下來 這就是當我會提到喇喇耶 就是 低尾度的送到高尾度 高尾度送到低尾度 冷的送到熱的 熱的送到冷的 然後做一個調節 我們能量分佈的狀況 這就是我們的全球的海流的圖 然後呢 我們的地科只教這個 黑草 可是你們地理上有念過墨西哥灣灣流 北大西洋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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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提過一些它的影響 你們學的什麼冰島吧 南邊北邊的天氣不太一樣 你是因為受到北大西洋洋流的關係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海流 全球的海流土 這是行星風氣所造成的 那麼剛剛講過了 它就是喇喇耶 這樣過來把低尾度的海水送到高尾度 再把高尾度的海水送到低尾度 就會有一個能量調節的作用 所以我們前面教過 只要有這種水的部分 溫差就不會太大 我們可以在那邊喇喇耶 那這是課本問了一個問題 問說為什麼這裡的等溫線不太一樣 這個答案我直接報給你 簡單的說法叫做是因為 海流的關係 因為海流的關係 複雜一點說 複雜一點說的意思就是 這邊有一個海流 這邊有個海流 這個海流流過來之後會向南走跟向北走 對向北走的而言 我在南方所以我是溫暖的 對向南走的而言 我在北方所以我是寒冷的 好所以那個冷暖的情況不太一樣 然後因此呢 對於我們向南走的 我在北方我是寒冷的 叫做加利弗尼亞洋流 所以水溫比較低 像北走的呢 我在南方所以我比較溫暖 所以我叫做阿拉斯加暖流水溫比較高 因此呢造成它的溫度跟不會不太一樣 這個雖然有點小問題 小狀況不過我們就算 大致上就這樣說 是因為海流的關係所造成的影響 海流的關係所造的影響 OK 基本上課本在這裡教海流 但是我在上學期我已經教過了 所以我現在就不再重複教 請你回去自己看 我上學期教的黑潮 我招的什麼冬天流礦跟夏天流礦 請你回家自己看 這是段考會考的 我們上學期已經教過了 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就不再停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請你回去 複習一下海流的情形 有問題了嗎 沒有 接下來就是要真的進入所謂的聲音現象 好 大氣是一個系統 海洋是一個系統 我們有兩個系統 可是這兩個系統之間會 會互相的影響 這兩個系統會互相的影響 然後呢 他藉著所謂的大氣的循環 水的循環 有些調節能量的措施 有些調節能量的措施 好 但是 但是 大家現在已經活得很快樂很 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發生一些變化 就可能會產生一些狀況 像我們說的聲音現象就其中之一 好 來 停 我現在要做的東西 原則上你只要記得地理老師教過的內容 以及地科老師所教最基本的氣象學的原理 你就會了 你就會了 好 正常年 地理策本教過 赤道東太平洋 秘魯靠海邊這個地方 是什麼樣的地形 你們說它有什麼地形 它有一個沙漠 好 請問你 沙漠是晴朗還是英語 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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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朗是高壓還是低壓 高壓 高壓 高壓風要吹出去還吹進來 吹出去 所以 晴到東太平洋 應該是高壓 風吹出去 吹東風 東風把海水吹走之後 吹走之後 表面海水吹走 從底下往上冒 叫永生流 永生流 會帶來營養炎 會讓浮游生物生長得好 有浮游生物就會有小魚 有小魚就會有海鳥就會有大魚 所以這邊這邊所寫的 東太平洋 氣壓高 有盛行東風 你暫時不用管科思 你科思只要偏向而已 所以呢 會有偏 海水有永生上來補充有營養炎 就這邊所寫的話 叫做正常年 所以正常年 你看到圖上面 右手邊 晴朗曼是高壓對不對 所以右邊 東太平洋是高壓 左邊怎麼樣 低壓 然後呢 東太平洋是晴朗 西太平洋就怎樣 下雨 漂亮就是下雨 所以 東邊下沉氣流 西邊上升氣流 東邊是晴朗 西邊是陰雨 然後表面海水吹走 往上 底下往上補充叫做 永生流 永生流帶來營養炎 所以長浮游生物 長浮游生物 所以呢 就有小魚 就有海鳥 就有大魚 叫做正常年 正常年 可是 每年聖誕節前後 居民發現海水溫度會異常的上升 異常上升 那麼好 剛才講 我是高壓 我是晴朗 我有永生流 我吹東風 現在呢 我氣溫上升之後 壓力就會怎樣 變小 東風就會減弱 海水不吹走 就沒有永生流 沒有永生流 沒有永生流 就沒有營養炎 就沒有浮游生物 就沒有小魚 就沒有大魚 就補不到魚 所以漁民就在家裡補破網 好 休息 所以這個姓他們稱之為annual 然後中文呢 就翻譯到聖音現象 就翻譯到聖音現象 然後發現每隔兩到七年 這個海水溫度會升得特別高 時間會拉的特別長 影響會特別的大 就把它稱之為聖音年 按照康宣課本的寫法 他的意思就是 每年都有聖音現象 但如果他特嚴重 就叫做聖音年 然後兩到七年會出現一個聖音年 聖音年的時候 剛才講過東風就會怎麼樣 減弱嘛 東風就會減弱 然後本來這邊是高壓 高壓開始變成怎麼樣 低壓就開始變成會下雨 所以整個氣候就會變得不同 變得不同 所以你看這是正常年 圈圈的地方沒有很紅 升一年就很紅 表示海溫異常的上升 海溫上升 海溫上升之後 整個本來次高壓就變成低壓 所以現在變成 右邊東太平洋變低壓 西邊 西邊 左邊就變成 高壓 然後雨那就會往什麼 東邊 移動 下雨的地方就往東邊移動 往東移動 往東移動 所以這就是他的結果 好 這裡就開始問會怎樣 會怎樣 好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只要記得地理老師教的跟我教的基本學氣象知識 你就知道正常年是如何 升一年就相反 升一年就相反 好考試就是問你正常年或者問你升一年 東邊跟西邊誰的氣壓大 東邊跟西邊誰的海溫高 東邊跟西邊誰是晴朗誰是陰雨 你這樣就記得住了 就不需要特別的死背 好剛剛講過了 次到東太平洋 壓力會怎樣 減小 東風就會減弱 東風減弱海水沒有吹走就沒有永生流 那就沒有營養鹽 就沒有營養鹽 海水溫度呢 就變成像是東邊高西邊會變得比較低 然後呢沒有營養鹽 所以呢就沒有浮游生物 就沒有小魚 就沒有大魚 魚類會受到影響 魚類會受到影響 好這就是 所以本來是晴朗的東邊現在變成會下雨 本來是下雨的西邊現在變成不會下雨 所以整個天井就亂了套 狀況就變得不一樣 好這就是結果 考試考這個 好我講過很好記 只要記得第一老師教的 跟第一老師教的氣象學知識 你就知道正常年如何 剩一年就相反 剩一年就相反 好那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如果是剩一年對台灣通常是暖冬 冬天不冷 春雨就現在 三月四月的雨水會變多 暖冬春雨變多 2009年是剩一年 可是那一年台灣多了幾波寒流 很冷的寒流 那不是在暖冬嗎 什麼寒流 那是因為北極症狀的關係 最近那個之前 美國跟日本在那邊酷寒 說什麼北極渦旋 這兩個有點關係 一個比較高一個比較低 現在上網找到很多資料看一下 基本上是北極症狀關係 而且最近也流行 北極症狀 北極渦旋 可以了解一下 造成寒流 但基本上剩一年 我們應該是暖冬 然後春雨會變多 那為什麼會有聲音現象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 有一種說法是 海底火山爆發 用海底火山爆發 可以解釋 為什麼海溫會升高 因為火山嘛 岩漿嘛 熱熱的嘛 所以溫度會升高 能夠解釋 為什麼漁獲會變少 因為噴出來 水渾渾的嘛 然後陽光的吸收變差嘛 就不長浮游生物嘛 然後所以呢 漁獲就會減少嘛 所以用火山爆發的學說 可以幫我解釋 為什麼漁獲會減少 為什麼海溫會上升 可是還有些問題無法解決 基本上就是 我沒有找到一個 可以完完全全解釋的東西 我不曉得 不曉得 誰是對的 我也搞不清楚 而且以前 大概每四年會搞個升一年 現在是兩到七年 短的話兩年就來一次 長的話七年才來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考試也不會問你說 為何會有聲音現象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講法 還沒有確定的講法 還沒有確定的講法 所以還要繼續來研究 研究 反聲音 反聲音現象的時候 西邊就變得不太下雨 反聲音西邊會怎樣 就很會下雨 什麼澳洲 那邊一開始就會下很多的雨水 下很多的雨水 下很多的雨水 聲音的時候台灣是暖冬 反聲音的時候會怎樣 寒冬很冷 很冷 2008年 大陸 一月一月的大陸酷寒 下了好幾場大風雪 非常冷 第二年 澎湖的雨 死了一斗票 我們認為就是因為 大陸下太多雪的關係 大陸冬天下很多的雪 春天雪化掉 灌到海裡去 讓海水溫度驟降 魚洞尾了就死光光 死光光 所以我們認為是因為 反聲音的關係 反聲音的關係 OK 就是反聲音的現象 了解一下 有個聲音 有個反聲音 好 請寫課堂練習